好 头目要来关心今天中国时报头版焦点 美国参业院外交委员会15号 开审台湾政策法草案 提案人强调说 法案将清楚地缠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但不代表改变美国的对台政策 白宫上个礼拜已经说 对部分的条文感到不安 而大陆国台办昨天表示 当这个议案严重已经违反了一中原则 大陆军决的反对 而前副总统吕秀莲在昨天则说 这个法案对台湾过去所遭受的不公 不义的待遇做出了纠正 坦白来说他认为是迟来的正义 不过目前情势常常是一刀两面 有时候是常常演变成坏事 不过当然路透社在13号也引述了 知情人士的报道 美国正在考虑针对了大陆的制裁方案 以恶阻其对台动武 方案可能聚焦在解放军 获取军事科技的管道 而台北目前也正在游说欧盟 要求布鲁塞尔采取相同测试 报道披露同日 我方驻美代表小美琴就在华府上预言 来接待了数十位欧亚非各国的议员 以推动支持对陆实施制裁 不过美国联邦众议院 这样子将审议台湾的政策法 其实法案当中有提到一个 要将台北的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换名字 变成台湾代表处 要提升台湾为非北约主要盟友 提供45亿美元军事外援资金 前中纽西兰大使借文集怒轰 这项法案就是促进台湾战争法 法案当中没有提到要共同防御台湾 如果真的开战 还是不会为台湾来出兵 基本上其实他们美国人他做事情 他都有很多套方案 他比如说他把很多这种 如果发生战争还有很多部分 还有出现什么状况 他会用哪些步骤来做 他有些都把他 把他就等于说就给他写出来了 放到那个放到那个 放到法案里面去了 不过我认为这个就是 促进台湾战争法案 促进台湾战争 对他这个他基本上就是促战 这非常明显的促战 而且他这个东西 对台湾是一个鼓励 对蔡英文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美国人想 可是他里面只差 只差一句话没讲 这句话就没有就差天壤之别 这句话就是说 如果大陆武力攻台 美国将立刻出兵协防 这句话没写 完全没写 所以这句话 这个说实话 说实话 你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模糊还是明确 其他都是废话 只有这句话是关键的 可这句话关键没讲 没有讲也是一种立场 也就是他不会出兵 所以他今天讲了这么多 会造成战争的 可是他不出兵 所以他就是促进战争 他基本上就是把你中国大陆 逼到一个墙角 然后让这边 这些蔡英文血脉高张 说哇真的 这我们想了这么多年了 想的事情美国你看还是不错 都放到法律了 可是他没有想过 这个不管在这个整个过程 或将来通过的话 他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美国会制裁 今天就跟 就完全跟乌克兰的战争一样 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那一套 全部拿来搬过来照用 对 但你制裁俄罗斯 跟制裁中国大陆 那可是不一样 你制裁俄罗斯的话 你说那个影响 对他们来讲有那么大吗 相对而言没那么大 他是说说 说一说 对啊 这个这些人都是一些政客 嘴巴到嘴巴说的到最后 做的都是有很大的距离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14日开始要审查 台湾的政策法案 由于拜登政府 对于这项法案部分内容 表示担忧 来关心今天联合报 头版的焦点 所关心的焦点 委员会主席 暨法案提案员 梅南德兹 在13号 在国会的时候表示说 已经就此案 跟行政部门 举行了各种对话 已经有解决拜登政府 部分担忧的风势 也表达参议院的立场 说这是一部 相当强大的法案 梅南德兹说 这不会改变 美国当前的台湾政策 不过其他来看到是这个 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案草案 其中所包含4年内 提供台湾45亿美元的武器 还有安全的援助 以及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 我对此呢 前立委郭正亮分析 如果真的要将四个月 要延长到一年 国防部只要公告就可以了 但应该不是立即的实施 之前有一个讨论就是说 可能第一个中的 第一个中的就是九年词的 平意是这样啦 就是我们的法律 事实上就直接写说 四个月到一年嘛 事实上我们法律就这样写的 所以如果要延长为一年 理论上是不用立法 不用经过修法 不用修法 国防部自己公告就可以了 那除非他要增加女生当兵 你知道吧 那如果男女都要当兵的话 就要修法 所以 所以这个要不要修法 要取决于你要不要女生也来当兵 那据我了解了 因为你如果有很多人来当兵 你那个营序一定要扩大嘛 你要有一些设施啦 设备的采购啦 甚至包括打拔场啊等等嘛 那有人就跟我讲说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嘛 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他虽然有可能会公告 可是可能会有日出条款 就说不是立即实施啦 那有可能2024时实施 就跟之前说什么 我们要把它缩短兵役 对不对 什么83年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对对对对 那之前有个讨论就说可能 可能第一个中的就是95年次了 这变成一年兵啦 这个是有人在讨论啦 但一直有听到风声说是会延长的 对可是国防部一直否认说 美方不也叫我们要延长 对那这个压力已经 美方已经施压非常久了啦 美国的立场就非常简单嘛 说你的情况比韩国跟以色列 还要严峻 那你自己都当四个阅兵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救你啊 当然会有人讲这种话嘛 这个反正你也很难交代啦 所以我认为台湾挡不住啦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